一开头就说 与无量节庄严佛徒 无量节 那就说明阿弥陀佛这个 激功累得的时间很长 而且我们看到《法华经》之后就知道 其实阿弥陀佛成佛时间长不长啊 很久很久之前 他就已经做佛了 那现在呢 跟我们说 十节之弦才成佛 那个是方便说 真实说 他是古佛再来 诸真实会与无量节庄严佛徒 德如普贤 这个普贤菩萨之德 我们也要明白 他是一切诸佛所赞叹的 一切诸佛呢 都要修普贤实愿 换句话说 阿弥陀佛想要成佛 他要不要修普贤实愿呢 要不要 必须 每一尊佛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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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功课完成 所以我们生极的世界 当然也要修普贤实愿 所以第二品的经文呢 非常重要 这个我们在前面呢 曾经学习过 因为在经文当中 有这样一句话 叫 贤供尊修 普贤大事之德 那个贤了不起来 过去菩萨 现在菩萨 未来菩萨 想要成佛 通通都要修呢 普贤大事之德 这个普贤实愿呢 是平等法 是平等行 非常的圆满 做到了普贤行 那太好了 可以帮助我们呢 开化显示真实知迹 这个真实知迹 也就是指的圆满自信 所以想要帮助自己 回归本来面目 那就必须要修普贤之 大德大行 预定一切众生 皆得真实知力 大家看这个顺序 他一定是先成就自己的道业 然后呢 才有这个本事 出去度化一些众生 我们现在也想出去度众生 度了一圈之后 回来怎么样 有点后悔了 后悔怎么呢 不出去好一点 在家里面可以清修 跑出去一趟 跑回来就是灰头土脸的 带着一大堆的烦恼回来 所以没那个功夫 一定要自己认真地修 断了烦恼 才有这个本事 才有这个能力 教化一些大众 以如是大愿大恨 无量真实功德 故成就 胜利 与国土 皆不可思议 这个胜利 是阿弥陀佛本愿修行的功德之力 国土 是胜利 自然的成就 这里关键的话 就是指的自然成就 它不是人为设计的 阿弥陀佛呢 他自己成佛之后 证得了法身 法身 遍及虚空法界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种能力 所以任何一个地方 需要他帮忙 他马上就能够到那里 献身帮助那一地的大众 接着呢 在引用谭卵大师的这个说法 谭卵师 于十七种国土庄严功德成就下 一一著约 焉可思议 有时候他说的是焉 有时候写的是安 一样的意思 就是怎么 怎么可以思议 下面举例子 如 光为佛事 焉可思议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整个极乐世界 它是一个光明世界 不但佛身上放光 所有菩萨也放光 那边的三河大地 任何环境 都是放光的 而这个光呢 它还能够起作用 起什么作用呢 佛事 看到光 看着看着 你就开悟了 做同修 这样好不好 如果您家里有一盏灯 你天天看它 看不了多久 就大出大物 这个灯就太好了 下面再举第二个例子 此水为佛事 安可思 八宫得水 七宝吃 在那里 听这个水流之声 那就是法音 能够帮助我们觉悟 此影为佛事 安可思议 此生为佛事 这都讲到 基督世纪 六层境界 无不是宣传妙法 这个境界 所以升到那里 环境太好了 时时刻刻 都在保持精进用功 我们在这个世界 尤其是现在 真的我们只要一天 不用功 那个烦恼习气 就冒出来了 大家想想 是不是这样子 两千五百年前 孔老夫子说 三天不读圣贤书 面目全非 那个时候 环境单纯 染无少 我们还能够保持 三天的清净心 那超过三天呢 就不行了 现在一天都不行 再说得严格一点 恐怕一个小时都不行 李施工在试的时候 就说过 他那时候 办这个大专服务讲座 当这一个学期 结束的时候 他就很感慨地 对这些大学生就讲 你们不错 来这个图书馆 听我们这个 佛学课程讲座 听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甚至一个月 但是你回家之后 到电影院 看一场电影 那你前面学的 全都大回原形 等于说呢 看一场电影 就把我们的清净心都破坏掉 所以在这里修许 难度很大